欢迎来到勇闯天涯 SUPER X 这就是街舞 半决赛的现场 欢迎大家 让我们有请 这就是街舞 全国十二强出场 他们是 王嘉尔 王这里看战队 李春林 小潮 KK 陈凯翔 雷小阳 王一博 一博王家BOOM战队 杨凯 BOOBOO 核心武器战队 黄霄 乔治 肯仔 钟寒良 娃娃酷宝战队 AK东 肖志斌 让我们把掌声 再次献给全国十二强 接下来 为大家介绍 本场半决赛的赛制安排 半决赛 今天会分为 上下两个半场 上半场为 指名挑战赛 有六个晋级名额 请队长指派一名队员 该位队员将为挑战者 自行挑战对手 挑战者将率先表演自己的作品 这个赛制我以为是 就是按人数算 三个人三个人一轮这样去比 结果是像指名挑战的这种 对我们来说心理上是蛮刺激的 选手两两对战表演自己的作品 由现场评审投票决定胜负 胜者直接晋级总决赛 败者和其他几位作品 准PK失败的选手 争夺最后的 晋级名额 节目组这个赛制简直让人窒息啊 肯定是对所有选手来讲都是一个很残酷的感觉 表现自己单人的作品的时候 就是表现自己最厉害的地方的时候 就可以表现自己的魅力 表现自己的实力 其实结果不重要 主要是你在这跳开心的跳high了 把每一个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大家 我觉得就够了 我希望他们这一轮竟然是做自己 就做百分之百的自己 把自己最利的那一把刀拿出来 现场的一百零位评审 是有五十位来自中国沃德加协会 街舞委员会的成员 和五十一位媒体评审组成 有请四位队长 我们通过小蓝屏转顺序决定出场顺序 来吧我们直接转走了 第一位 第一位 一博 第二位 一星 再来一次 海良队长 第四个加二 好 现在我们队长 可以跟队员 讨论一下战术和出战的顺序 我觉得你要你先挑战吧 对吧 直接就来 我们第一个开场 对 那我等第一个之后 我可以选所有人 对 那就直接来了 就炸起来 必须炸起来了 你看你选的谁 你想选的谁 我们是第二个 我们是第二个 单选一个人出来 那你们想出的顺序呢 那你们想出的顺序呢 乔治先 可以 那我再来吧 这是补装嘛 我看 我给你 就是有风格跟我上似的 我们这个作品怎么说呢 就是 主动选会比较好一些 可是如果他们三的 他们有权 有没有挑到我们的 轮到我们再挑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己人对到自己人了 现在我们就是自己打自己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要这样 这样 我觉得到时候你看嘛 看我们剩谁 对他剩谁吧 好现场倒数十秒 十 我你可以去 如果你想拿到风格的话 对你们可以这样比 刚才前提是 头两档 我们都没有被 七 对 口号 你是 我不知道 还有 五 冰哥 就站到我们第二 就必须顶起来 三 就挺起来 二 那这样 一 我们开始按照刚才的顺序 一博 你先来指派你的 作为挑战者的队员是 呃 我们派出的是 杨凯 杨凯你要挑战的人是 我要挑战的是 我要挑战的是 A.K.东 A.K.东 对不起 我们的承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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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他看笑 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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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我跟所有的选手 只有跟我凯哥 打争一个协议 别靠我啊 我放心哥 你也别靠我 哎我们不要碰啊 我们不要碰 我要挑战的是 A.K.东 我吓一跳我懵了 可以吧 A.K.东 可以不可以吗 不可以不可以 那就可以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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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一下玩一下 我其实在台下是跟他承诺 不要哭到他 但是一上去的是一上头之后 就觉得他那个名字是最熟悉的 这是我 呃我挑战的原因就是 我们是 是一支纯粹的 breaking 团队 然后他们是一支 纯粹的 hiphop 我们想切磋一下 OK 我们也有breaking 切磋一下 切磋一下 对 好第一组已经出来了 可以现在去准备了 第二个可以指明 挑战的队伍 核心武器选择的这个 挑战者是乔治老师 其实我作为第二个要挑战 也有点迷茫啊 但是那个我排练的时候 我旁边那隔壁那音响 那声太大了 那么烦呢 对 就是我听不见我自己的音乐 然后我一直好奇对方的音乐 然后我要挑战的人是 雷小阳 王智 你看战队 雷小阳 呃 其实我想说的是 你对面音响放的声音 比我还大 我都已经跟选管投诉好几回了 哈哈哈哈 因为没看过这个作品 我就特别好奇 然后想 就是交流一下 选谁 因为我也不知道 大家的作品也不是很熟悉 因为脑海里当时 重现了排练的那个画面 我在我的舞房里那么痛苦 就让我把教育开 然后音乐也也有 感觉特别还挺好 对 然后我就想那就会一会吧 好 那今天我们就台上让你看看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可以现在去准备了 接下来 娃娃酷宝战队 肖志斌 肖老师 我 想选的就是 沈凯翔吧 看一下 沈凯翔 哎 肖志斌选了我吗 我觉得是郑重下怀吗 因为我们俩都是拉击 而且以前又在一个队里边 我知道他的出牌方式 所以说他选我的那一刻 我觉得应该是稳的 嗯 我们的理由很简单 队友碰一碰 而且都是 古装风 对对对对 为什么我会选择凯翔呢 因为我数了一下 所有的战队 加尔战队的人是最多的 在加尔那个团队 很多都是新人 就只有凯翔 他是属于跟我同位的老舞者 所以我就瞄了一下 好像这组只有凯翔是最合适的 最后凯翔 来吧 我们来一场拉击队军 接下来往这里看战队 春琳 春琳 和谁呢 你想指明挑战的人是 我就那天服装间看见 有人跟我们衬衫穿的一样 然后我就挑战藤仔 藤仔 我之前也是跳过POPPING 也特别 那个时候也看过藤仔的视频 所以特别的热爱一场 来吧 好 两位因为衬衫走到了一起 颜色不一样 好 OK 藤仔春琳请你们去准备 加油 加油 接下来一波王渣BOOM战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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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加油 加油 你要挑战的 还剩三位 KK 小潮 黄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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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um i don't know what would you do um kk 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要跳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预感我其实都准备好要往前走了 kk 果然跳了我 google why google because i don't know actually my plan was i don't know who chose i would expect to be chosen for someone in the end there's only three people left and two of the people are my friend so it's not against kk but she's not my friend so i just said okay so i was thinking about her before so i guess i just lose of the moment 最后的两位 小潮黄霄 我的天呐成为最后一组对战 其实我最担心就黄黄霄跳舞 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公认的编舞非常强的 像我们这种 代表型的 舞者没有人 想碰到编舞时 好的命运却把你们两个紧紧的锁在了一起 那么这一场我们觉得也非常的有盼头请两位取决准备 好请四位到队长期我们的队长马上开始 let's go